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HSK4的一个语法点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准时、即时和暗时 这三个词的用法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我们看一下准时这个词的用法 准时主要强调的是时间点 比如说,学校规定八点半开始上课 今天老师提前到了教室 那么八点二十八他开始上课 这个不叫做准时 或者八点三十一分老师开始讲课 这个也不叫做准时 只有八点半开始上课 这个才叫做准时 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们八点半开始准时上课 即时是说应该需要到的时候到了 他强调的是不拖延 往往用在规定的时间前一点点 五到十分钟 刚刚好赶上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们同样拿考试做例子 八点钟开始考试 七点四十五分 小红还没有来 但是七点五十五分 他到学校了 赶上了考试 我们就可以说 他及时赶到了学校 最后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按时 按时强调的是时间段 而不是时间点 他说的是按照时间去做事情 比如说同样八点开始上课 八点以前到教室都叫做按时 我们可以说 他们按时到学校了 再比如说老师让星期三交作业 那么在星期一 星期二和星期三 完成作业 交上去都叫做按时完成了作业 当然这三个词的词性也是不一样的 准时和即时这两个词 可以做algetivo 也可以做alverbio 你可以说 他来的很准时 他准时到校了 他来的很及时 他及时赶到了医院 但是按时这个词 只能做alverbio 不可以做algetivo 比如说 你只能说 他每天按时起床 但是你不可以说 他起床起得很按时 按时不是一个algetivo 他只能是alverbio 好的 这就是这一期的学习复习 准时 按时 和即时 这三个词的用法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见 Adió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